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行 大神 快把我把这拿出来 大家好 我是星红 刚打包完快递 接着现在我开始拆快递 这个锅是我给德鱼要用的 然后现在检查有没有质量问题 前两天不是给姨他们用的锅 然后我觉得德鱼更需要的是这个锅 回我婆婆家上家去吃火锅了 他买的桌子上面直接带电子炉 吃火锅的时候人多 人多吃的也多 他那个锅还特别慢特别小 你就请他给他整个带烤肉的 带火锅的这样的锅 他牙正好用 不知道德鱼干啥呢 以后给他谈一视频 嗯 没啥事 你们看我们的视频了吧 就德鱼喷酒的那个 阿姆背那个桌 他中间就是桌子自动带的那个电磁炉 是不是那个压力可笑了 他那个电磁炉 功率小 然后吃着吃着就火加大了之后 就一会就断电了 阿姆那些吃火锅老坎坷了 锅不上六呗 人多也是最多 先可孩子吃 吃完之后了再等大人吃完了 烧开可慢可慢的 这没啥问题 都可以 这是火锅 嗯 这个这么吃 烤幼 对呀 直接这样 我那天跟德鱼说了 德鱼说我目的不存 所以我回去就为了吃他家肉 然后那个阿诚我就不给他邮了 他家锅啥的都不缺 之前在结婚的时候 青年他们给买了挺多东西 家里面家电就这个锅啥都不缺 等到时候他生孩子了 给个大部分 能不能动地忙 老铁 你干啥呢 手机在掉脸 你不是说我目的不存吗 就是下回回来 把你家肉炸都准备好了 你这好好拍个 这个锅我告诉你咋用 我教你 就是直接这么插上电 插上电柱这边有调大小火 来看了吗 给它调 然后把这个东西放上去 之后再插电用 这样就可以做烤肉了 它不粘 完了你要是吃火锅 就是把这个拿下去 把这个放里就行了 这个怎么放的 家里面四五口人呢 这个火锅比你那个双鸢锅还大 深呢这个 最大的了 那行 那行 你咋不说就感谢的话呢 完了那个 我现在给你打完 可能明天收到了 那个五一家的锅 你送去了吗 我昨天晚上你送去了 送去了 行 那到时候我告诉他 他应该知道打开了 然后说明说代理吗 你自己不懂我看点 行 行 好嘞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因为我之前跟他说这个事了 他说了 他说你这是目的不成 你就是为了回我家吃肉 我来开玩笑 所以他知道 这玩意子不用咋教的 所以他就有咋用的 这还有铺盖 咱家也有一个 他说吃烤肉咋用 对于大哥清楚你打包的 好好爱记忆这个锅 回去跟他说是知道吗 肉咋准备好